跟整個那個就是說 整個受災的那個環境來相比的話 他這手上這僅有數量 這些不管是那個駕橋車 扶門橋車 或者說這種貝利橋 他可能丟出去一下就通通都不見了 我當然不是說是被水沖走 但就是說以那個災區 那個受災面積廣大的來講 所受到那個稀釋的那個程度 現在來講 因為第一時間 他可能需要是先把人力救援出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是主要是空中的 那個兵力直升機在那個天后 直升機就飛不了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趕快用這些 或是其他的怪兵器趕快進去 但是他這些你說這些怪兵器 他的確他在那個各種演習活動 但是他畢竟還是會作戰而設計 而且我剛剛講 比如說這M48這個 加速車全臺灣18輛 你分配到那個整個六輛 大概也才五到六輛而已 對不對 在這個情況下 你說一個右軍團 一個男軍團 他大概六輛車 他出去講講講他能駕幾個橋 但這是以那個公路 甚至於你說我們光看到 就已經不只是公路斷掉 事實上是 橋樑斷掉 事實上公路走到一半 連公路都不通了 這事實上其實這種是屬於重型的 這個工兵機具 那重型的工兵機具 他其實還需要仰賴一個蠻完整的道路系統 他才能夠那個前進跟運作 是就是說當然你說 在戰時的時候 你說那個道路不可能像那個平常能夠要求 都能夠完好如初 但是至少你在作戰的時候 他所破壞都是重點性 比如說橋樑來講 你中公路不可能診斷被衝動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現在國防部大概是說 地方政府你有什麼救災需求 你提出申請 然後我一定百分之百提供給你 可是一定很多地方政府 不知道國軍到底有哪些設備 所以其實國防部應該主動的說 我有哪些東西 可以現在立即投入救災的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目前為止 整個災情最嚴重 當然還是在高雄縣 我們透過電話連線 連線高雄縣長 楊秋興縣長 我先請教你一下 現在到底包括國防部以及中央 還可以在支援地方的 有哪些東西 目前我想直升機量應該還好 我最緊急要救出來的 像比如說病患 老人小孩 那這部分大概大敵 或者是有危機的 像這個小林 或者是像這個 拉馬下鄉 這個林子村 要有危機性的 那這個大概都已經救出來 那現在還有部分 比如說明天要救就是寶萊 還有這個金河段 那邊是有比較危險性 那我們是危險性的地方的人 先救出來 那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 比較這個 在做比較 沒有那麼緊急 因為我們也很擔心 這個氣候不好 那我們直升機常常 我們怕會發生這種 這種事情 另外我想這個 我們第一個階段 先把很急迫的人先救出來 那現在很多人當然也要出來 因為裡面沒有水 沒有電 他們不好生活 那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 或是你用全部做直升機 那數量非常大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要先把道路打通 所以到 現在也可以通到甲仙 那剛剛這個談的沒有錯 現在用貝利橋這個不可行 現在的話 我們因為道路很多路基都沒了 那你有貝利橋 那你過去的話也沒有用 那貝利橋你要基礎 你要有這個支撐點 所以現在的話 我們是採取 也請工兵支援 這個重機怪手 那我們要從甲仙慢慢的往小林地區來推進 那河床裡面 像我們在暈砂石 我們就從河床裡面來做個臨時的便道 來暈砂石 但是現在有點困難 就是說 現在因為上面很多泥巴下來 所以這個砂石 那繼續下雨 所以這個沙石裡面很容易下陷 就是泥土 泥量含泥量蠻大的 那泥量就是它是 你會陷下去 這是目前我們的困難 不過我們等到明天開始 我們就可以往前推進 那我們再研究看看 我們可能用怪手來大量挖 挖結 那部分來填 那未來讓這個等式在河床裡面 要開變到 那我想這部分往前邁進 縣長我請教一下 剛剛我們電話連線 也看到說很多像是六龜 以及其他的鄉鎮 還有很多村落都是失聯的狀況 明天就是災後第六天 在整個救災的整個步驟 以及比例上會不會有所調整 我是覺得我們昨天前天 昨天前天還有大前天 這三天是我們最重要的環境時間 那明天當然也是 明天我們要把緊急 你如果把寶萊有危險性的再救出來 那再把這個情合段 情合段我們病的話已經救出來 但是情合段有點危險 我們希望情合段這些機雲都可以撤退 那接下來我們了解就是比較零星型的 比如病患啊 不要洗腎啊 或是還有孕婦他帶產啊 這部分比較零星型的 我們要很零星用孕婦去帶出來 那其他像有些人他是想說 這個都沒有水沒有電 他不方便 所以他都市有親戚朋友他想出來 這部分的話我們當然也要去把他帶出來 因為畢竟的話這個用步行可能還要很久的時間 但是這部分的話我們就不希望太過冒險 因為畢竟最近天氣還是不好 還是不好 所以我想我們救人 救急救人優先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考量 那我們當然是以後 我們希望以後很多都是從路上來推進 那這樣的話第一個這個也比較安全 也可以比較大量 好 謝謝縣長 好 謝謝縣長 湯老師我要請教你 其實在救災大家清楚說 有黃金二十四小時 四十八小時或是七十二小時這樣子 今天是第五天 明天是第六天 我想請教 昨天台北縣特收總隊的組長來我們這邊 他還講說 為什麼在這前幾天 一一九都打不通 因為有些人打電話 是要確認他的親友的安危 有些人打電話是要去罵 整個收救過程太慢 結果罵的也有 問的也有 然後有些人來亂的 開玩笑的也有 導致於整個滿線 他講的是說 救災資源就是這麼多 我想請教第五天 第六天之後 整個救災的步驟 或者是方法 會不會應該要調整 是 主持人這問題非常好 事實上當初九二一 就發生這個通訊不良的時間 這個第一時間都 家人怎麼樣啊 民眾一下湧入 所有這個頻寬啊 有限無限都塞滿了 是 那這一次其實這個一一九受禮包含 也有這種情形發生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很可惜啊 當初就有檢討 像碰到這麼大的 重大災變的時候 譬如我們公視啊 或是哪個廣播頻道 就變成救災頻道 對對對 就開始二十四小時 不斷的報告災地 政府就徵用 對 然後這一次 我覺得其實還有一點可以做 雨量都超過兩千cc 怎麼只有中央才有這個指揮部 根本我們的這個部會首長 甚至我們的這個院長啊 副院長都要有人趕快進到這個災區 成立來調度 更能夠苦民所苦 真正瞭解 因為風雨交加南北 湯老師接下來 你給政府一些建議好不好 不管中央地方 2005年啊 這個南亞大海校以後啊 我個人代表我們政府參加APEC 那麼這個救災會議 APEC是搞經濟的 那一次大海校 回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各個大專院校就要成立這個防災避難的課程 我們大學這一次年輕沒有任何救災的社團 參與救災 大學教育都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這個也值得我們教育系統 所以你還是強調 學校教育 學校體系在這一次 其實發揮更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 我們中央政府組織經典的時候 剛剛主題出現的